其实这个一也好 二也好 六七八也好 不是本质属性 如果只看了它 就无论如何 不容易想到去把它拼 六怎么能跑到上面去呢 那是假象 它的实质问题 是不看数据 只看它的客数 实质 对 找到它的本质因素 是吧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想听听咱们的家长朋友 有没有方法 我想只要量出六到八 这两个点的距离 实际上就是半径 高妙 行名为输出的意思了吗 说说看 这个六到八呢 这个距离呢 是这个整个 它这个表盘的六分之一 这正好是把它分成六份 用这个乘了二 就应该能成为直径 乘出直径以后 再乘这个圆周率 就可以得出这个周长了 没错没错没错 它能看到 它里面是一个圆内阶的 每一个都是等边的三两形 实际上它是六个 这样的等边三两形 对 合起来它是一个 正好是个圆内阶的 对 正六边形 所以它各条线量都是相等的 真的很了不起 还有吗方法 我来说一个行吗 好 今天孩子们没有说说我心里想的另一种方法 我觉得你们跟我不同 同学们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经常那时候在村里面啊 在长远滚来滚去 所以我有了滚的办法 其实就可以像我们玩木马那样 在尺子上找到零扣度线 找到八 这样一滚顿 滚顿到六 量量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不是线段 是一条弧 弯曲的线 你明白吗 这条线段谁知道 是整个表盘周长的几分之一啊 六分之一 太简单了 都不用计算圆周历了 拿来乘以六就可以了 是不是 最简便了 好了孩子们 现在方法很多 但是我们并不要求同学们 要把每个方法都掌握到 最好能够找到其中最优的那种办法 但是我们刚才也可以体会到 无论哪一种方法 其实都是要找到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而有曾经找的是这种方法 有曾经找到那种方法 什么原因呢 对吧 家长同学们也可以考虑 因为他们观察的角度不同 所以他们找到解决问题途径 自然也就不同 是这样吧 好了 这个问题就结束了 那张老师的这节 关于圆周计算的这堂课呢 已经结束了 那很多的同学啊 他们都受益匪浅 那么怎么来测试他们的效果呢 让他们来做到题目 请看屏幕 又是一个圆的局部 又是一个残片 但很明显跟刚才钟表的残片是不太一样的 刻度没有了 数据没有了 我发给你一张这样的圆的局部 能不能通过测量啊 计算啊 联系思考啊 来找到它 原来这个圆的周长 应该是多少厘米 好了同学们 现场同学们怎么样 方法找到了吗 来我们听听台上的几位同学 首先我们在这条弧线上 找到任意一个点 以这个点为基点 然后折出这个点的 它的两边的这个弧线完全重合 然后再把它打开 然后折出了这个折痕呢 我们把它画上去 然后呢 以同样的方法再画一条线 把这两条线无限延长 我们找到它们的焦点之后呢 就可以测量出它们的半径 知道半径也就知道直径 然后就能知道周长了 非常巧妙的方法 现在我们来看个屏幕 是不是这样演示 好吧 通过对折以后 就找到一条半径或者是直径 再换个位置 对折又找到了一条半径或直径 它们的焦点就可以看到是原心 有了原心 当然问题应而解 同学们看我这里 学习知识 要有问题意识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换个角度 另外一方面呢 解决问题 要有知识意识 把问题和知识结合起来 不断的柔和 那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 好了 看下一个问题 大家大概没有看明白 什么意思啊 像望远镜 是不是 其实不是 来看刘老这里 这是一个PVC管 我们用根丝带的把它捆住 这根丝带的长度 至少应该是几个周长呢 一个周长 如果问你这条丝带的 至少长多少呢 测量直径 计算周长 就说一个周长就够了 明白吗 这只是基础 不要着急 再来看 现在两个PVC管 就组成这个样子 两根丝带 刘老师为了它结实 我们只看一个 这根丝带子的长度 至少应该是多少呢 台上的同学 你们这是派一位代表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直径 因为我们看上面的 如果以这儿为圆芯的话 其实这儿出发 这是一个线段 那这个线段的 这个点的就应该是圆芯 然后呢 这个末端的 应该是另外一个圆的圆芯 所以这两个圆芯之间呢 其实应该格的呢 是两个半径 实际上呢 就格的就是一个直径 那下面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有一个直径 那这样呢 应该是有两个直径 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吗 同意 真的很好 那个同学明白了吗 哎 很好 我觉得这个同学的探索精神特别好 不服输 是不是 我不明白 我绝不忙从于别人 而一定要认真的思考之后 大家在交风 在讨论之后 都是正结论 那才是真正的正结结果 对吧 好了 我们还要说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实际计算 这个长度的时候呢 要比我们刚才说要长一些 因为呢 这点不仅是两个半径 它交接处还有一些距离 所以我觉得这条题呢 题目的时候 应该再给我们附加一个条件 就是说这个处忽略不计 不错 这就是数学和生活的一种区别 我们说数学和生活 本身有密切联系 数学源于生活 但是我们小学数学 其实真的只是一种呢 简化的生活 所以它的后多啊等等 其他咱们就忽略不计了 能想到这点 将来就能做很实际的工作 非常好 理论研究也相当高明 是这样吧 当然当然 当然要鼓励 是不是 非常好 好 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科见演示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一条红丝带 把它围起来 左边的半圆和右边的半圆 合起来是一个完整圆 这个大家没有问题 是不是 最上面那个线段和下面线段 应该说每一条都是一个直径 所以合起来 它的总长度 就是一个周长 再加上两条直径 好了 孩子们 这还不算完 真正挑战还在后面 我们来看 用三根PVC管 合起来后 可以捆成这样 对不对 还可以捆成这样 对不对 咱们看屏幕 也就是说 可以摆成一字形 也可以摆成品字形 问题是 这样吧 你们谁会提个问题 这两种捆法 能提出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应该 从用多少的红丝带的角度来提 第一个要用多少红丝带 第二个要用多少红丝带 不错 请坐 还有问题吗 这两条捆的丝带呢 长度是否一样 长度是否一样 还有问题吗 对 台下的呢 来 我们问问 台下的同学们 是这位同学 来 就是咱们计算一下 哪个更省量 哪个更省材料 是不是 数学啊 就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 对不对 哪更省材料 好了 其实同学们提出这些问题 比如说 哪一种捆绑方式 最省材料 对吧 甚至说 哪一种捆绑方式 最结实 或者还可以说 哪一种捆绑方式 周长最短 你们想 这三个问题 两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问题呢 还是几个问题呢 一个问题 是由数学 逐渐上生活 去转化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 我们先来估计一下 这两种方式 哪一种方式 周长最短 上面那个 还是下面那个 下面呢 下面 为什么下面啊 不是都是三根管子吗 三根管子都一样大呀 谁说了 我们先看这个 第一个一字形的 它是弧线的这个长度 是一个圆的周长 对 直线的长度 是四个直径 然后下面那个品字形的 我个人认为 它的这个弧线的长度 还是一个圆的周长 而它的直线的长度 是三个直径 所以呢 四个直径 当然比三个直径 要长 所以这个品字形的 应该比较省量 来 那个如果单看 这两个图形来看呢 它那个有 就是连接处 那么如果咱们 不计算单看的话呢 那么这上面这个图形呢 一共有两个连接处 底下的这个图形呢 一共有三个连接处 那么如果呢 它的连接处越多 它越密集 它所用的材料 也就越少 上面那个图形 有两个连接处 那它肯定用的材料就多 它所谈的 就不仅仅是 小学数学范畴了 是不是 已经上升到一种应用啊 甚至有点哲学色彩啊 是吧 丰富的想象力 连接点越多 它们越集中 就好像蜂窝一样 非常结实 非常省材料 对不对 很有想象力 真的非常好 好了 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不好 咱们先看第一个 很明显 两个半圆 合起了一个整圆 然后上上下下 一共四条直径 所以它是一个周长 加上四条直径 我们再看看 摆成品质型的 这个品质型 为什么学生会 感到比较困难 就是这三个部分 加起了是不是一个整圆 不像两个半圆那样 容易看得出来 对不对 可能难点就在这 对了 它将能够把三个弧线 能够拼成一个整圆 对了 我们来一起看看 好吧 大家来看屏幕 你看下面这两个 各三分之一圆 是怎样和上面的三分之一圆 合成一个整圆的 这样很明显 还有三条直径 所以它是一个圆周 再加上三条直径 所以它更省材料 对吧 对 对不对啊 对 这句话说明什么 刚才我们都是在合理想象 但是究竟是